泰平在寺中经历了沉淀,经历了那个怦然心动情窦初开的夜晚后,终于从女孩变成了女人,进入了她人生中最短暂的夏季。 这套造型设计在辅助剧情上可以用绝字来形容,它是一套非常重要的线索造型,衔接起了由周迅饰演的小泰平从懵懂到长成的过程。 服装配色和小泰平最常穿的这套基本相同,有强烈的关联性,都是主色调为浅绿,以橘粉色作为点缀,项边的纹样则有更淡的橘色作为过度色。 如果不换发型,这套衣服在视觉上就和那套窄袖差异并不大。 但这套衣服有更宽大的袖子,多层柔软的面料,更为复杂的发际与精心设计的妆容,让角色更增添成熟感与华丽感。 有了时间上的递进,除此之外,周迅和陈红都用了这套造型,在演员身上也形成了串联和呼应,避免了因为换演员带来的过于强烈的割裂感。 一整套造型就如同夏天里盛放的荷花,清丽温婉,却又绚烂娇艳,在盛夏带来一缕清凉却又不冷静。